2020年到2025年之间将会发生对人类意识产生深远影响的特别事件吗? 地心世界和地表世界的交界处竟然有这么多 我们的地球要过渡到哪里去呢? 大家好 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埃及的尸身人面相 其中最为神秘的就是狮子爪下方的地下档案馆阿曼蒂大厅 不过虽然外界传闻甚嚣尘上 但是埃及政府就是一直严防死守不许考古发掘 所以说阿曼蒂大厅到现在呢还只是个传说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遥远的罗马尼亚风景融化的布切吉山国家公园 也有一座尸身人面相 虽然比不上埃及的那个那么雄伟 而且看上去也和一块自然风化的岩石没啥区别 可是人家却是慢慢的出了名 因为在这个区域呢经常有人报告说 有人被不明生物袭击了 看到UFO出没了 甚至还有人无故失踪 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啊 这山里一定有外星人基地 或者是一定有什么地方是和地下文明相连的 一开始呢罗马尼亚政府也是没有理会的 直到有一天 美国的五角大楼找上门来说 卫星图像显示 这块石头下面存在异常的现象 他们这才重视起来 于是一直在零号部门工作的拉杜西纳马尔和他的导师凯撒布拉德 就被委派了一份工作 对罗马尼亚视身人面相做考察 零号部门非常神秘 除了国家元首和安全负责人 从来不被外人所知 处理的都是代号为K事件的超自然现象 算得上是罗马尼亚版的X档案 师徒两个人调查出来的结果很惊人 他们发现 这座尸身人面相的下方有一个密室 其中包含着先进的全息技术 算算大概有五万年的历史 全息技术我们后面会和大家详细介绍 而在密室当中 有一张巨大的桌子 高大约有1.8米 当年建造它的生物 对我们人类比起来 可以算是巨人了 当人们把手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可以在三维全息图中 看到他们自己的DNA 桌面上的其他设备 甚至可以让人们看到外星物种的DNA 以及它们来自于哪颗行星 这个非凡的房间还包括一个投影厅 在那里 人们可以看到地球历史的全息在线 可惜密室中的设备在公元五世纪左右 就忽然停止了运作 原因至今不明朗 密室下面还有三个神秘的隧道 通向地球内部 以及伊拉克 蒙古 西藏 还有埃及 后来呢 他们跟美国人合作考察了这些隧道 通过这些隧道 他们在埃及的吉萨高原 也就是金字塔 和失神人面向下边所在的区域 发现了另一个隐藏的密室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阿曼蒂大厅了 里面有整齐的石板状的物体 数量众多 拉杜他们鉴定认为 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DVD 可以投影出全息的世界历史 不过他们并不需要投影仪 后来这些石板被运送到了美国 进行详细研究了 2015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办法 把石板上80%的内容下载了下来 不过呢 该如何解读 那就是另一个谜了 从2009年开始 拉杜就把他们的发现逐一整理成书 现后出版 每推出一本书都引起了国际性的轰动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一本 《失落的地球真相》 其中有一些让人脑洞大开的内容 大家要做好准备了 拉杜他们在探访密室下面的隧道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来自地下世界的智者 德林 德林向他们介绍了地心之城阿佩洛斯 阿佩洛斯人长得跟我们差不多 他们有着光亮柔顺的棕色头发 脸色白皙 额头较高 眼睛是细细长长的 他们的智商很高 还会用罗马尼亚语跟拉杜他们交流 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先进 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 虽然说我们一般人接触不到他们 不过他们在地面上也是有基地的 或者说是有出口的 这些基地从外面看上去 像是储存飞机的机库 一般会选在比较偏僻的角落里 没人会注意到 不过当你一旦进入到基地范围之内 你就像是从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消失了 手机GPS通通都会失灵 然而你自己这边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一天他们就邀请拉杜去他们的一个基地做客去了 并希望拉杜做他们与地面世界的联络人 而拉杜当然是很高兴的去了 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非凡的全息体验 他看到了地球内部的截面 那像是一种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构 好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全息技术 他们用的设备是一个跨维度的头盔 长成这样 虽然看上去很单薄 但是功能是很强大的 根据拉杜的描述 用这种头盔看东西呢 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体验 而不仅仅是感官层面上的体验 打个比方来说 用我们现在的技术来看视频 哪怕是3D的 都像是在看池子里的鱼 哪怕图像再清晰 我们是我们 鱼是鱼 这一点是分得很清楚的 然而通过这个头盔来看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池子当中的一条鱼 完全融入其中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 想看哪里看哪里 甚至到很小的细节 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森林奇境 正在感叹的时候 拉杜眼前的景象突然出现了巨变 他感觉自己在迅速升高 冲出了地球之外 然后奇异的图像出现了 那是一个地球的横截面 就像是西瓜从中一刀给剖开了 然后整个地心世界就展现在他的眼前了 他看到地球的中心是一个黑洞 其他的一切都是以一种精确的方式 排列在黑洞产生的磁力线上 就像是人体的经脉 带动人体的能量循环一样 地球内部也有自己的经络 在不同的层次上 滋养着地球上的生命 同时也为人类提供营养 这些经络非常活跃 充满了能量 而它们与地表相交的节点也很明亮 各地都有 很多的时候是藏在了森林和山栏当中 而也有的一些地方 上面已经建了一些城堡或者是古建筑 阿培洛斯人说 这些建筑有的是他们建的 也有的是其他文明建的 因为这些是从地球表面到地球内部的重要通道 相当于是个门户吧 这样的门户还有很多 甚至在大西洋 太平洋底部都有 不过那些都是外星基地了 除了这些门户 还有一些特别的入口点 人们可以从这里精准的对接到 地球内部的某些城市 这些入口点也被称作是跨层次的裂缝 因为地心世界跟我们处在不同的层次当中 那么地球内部的世界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拉杜说 地壳下面是火热的岩浆 这个没有错 不过到了地表以下 大约2500公里的地方 就进入地心世界了 那里是空的 体积跟金星差不多 等等 金星明明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呀 这要怎么理解呢 书中写道 阿培洛斯人解释说 在行星内部超过一定的深度时 我们会进入微妙的以太维度 然后进入更微妙的星光维度 这就好像是我们说到的另外空间了 因为层次的不同 空间的概念也不同 所以用常规的物理概念 也是不好理解的 用来证明地心世界存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玛雅人的历法 玛雅人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历法 就是260天历 被称作是卓尔金历 没人知道这260天是怎么算出来的 也没人知道卓尔金历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 只是知道有历史的时候开始 玛雅人就已经在用了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精通历法的玛雅人 其实很早就知道地球公转一年的时间 在我们这个空间是365天了 公元前500年 他们创建出了一个365天的历法 称为哈布历 可是他们有了哈布历之后 还是没有放弃260天的卓尔金历 而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弄了一个古怪的历法 52年为一个周期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 拉布倒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说260天其实是地心世界一年的周期 因为不久之前 他到访过地心城市乌特克拉哈 在那里他遇到了古玛雅人的后裔 如果当年的玛雅人 与地心世界有着频繁来往的话 那么他们把地心力和地表力 合在一起用 也就不奇怪了 就像许多的酒店大堂的钟表上 也会显示不同时区的时间 这是一个道理 说到这儿 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地心世界 真的存在于地下2500公里的话 那么他们的光线是来自于哪呢 还是太阳吗 不是 光线来自于最中心的那个黑洞 这个地心太阳的直径并不大 大约是几百公里 光线的强度大约是太阳的一半 不过呢 这就足够把地心人类照顾得很好了 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 担心风霜雨雪 那里的温度比较稳定 气候宜人 正说着呢 忽然地面上早已经绝技的 一手龙和其他的恐龙 突然从天上飞过去了 他们跟博物馆中展示的差不多 就是尺寸小了一些 而更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地心世界的科技虽然比我们发达得多 不过在那里呢 我们却看不到大坝 发电厂 或者是其他的这类工业项目 人类与大自然相处得很和谐 在这里呢 高科技不是大自然的敌人 也没有被用来控制大自然 突然图像消失了 体验也就到此为止了 阿佩洛斯人把这个头盔送给了拉杜 还告诉他说 之所以让他看到这些 是希望他可以帮助把一些关于 人类过去的重要信息 在地面上和大家公开出来 以后呢 他们还会再次邀请他来这里两次 拉杜很礼貌地告辞了 他的心中忽然有了别样的领悟 有个声音告诉他说 从行星诞生的时刻开始 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表面上会有某一种生命 以便于某些灵魂 可以借助这些生命的身体 进行必要的体验 回来之后 拉杜很高兴地跟导师 分享了他的所见所闻 而导师关于多维空间 另外空间的另一番话 更是让他感悟颇多 按照他们的理解 人之所以能去另外空间 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振动频率 跟那个维度 空间的频率调成一致 就像是调频收音机 能够接收到电台信号差不多的原理 导师说 当前地球处于一种调高频率 向高维度4D 也就是向高层境界的过渡期 与此同时 低频率处于3D状态的旧地球 也还存在着 这个转化过程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并且会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深化 届时将会发生一些对于人类意识 产生深远影响的银河能量脉冲 而在地表人类当中 出现了分化 一部分人乐于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 从而提高自身的频率 向4D靠拢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选择另一种光明和纯洁的生活 并不容易 他们习惯了低频率的生活 物质世界的旧地球 更适合他们 目前这种分化正在加剧 轻者更轻 卓者更卓 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那些将进入4D的人 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降低自己的频率 回头帮助3D状态当中的人 但是一切全是凭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导师沉吟了很久 最后说 让我们希望 这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足够多吧 那么地球在提升频率之后 仍然留在当前层次中的人 会去哪里呢 拉杜没有往下讨论 那么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拉杜在书中 还描述了更多的精彩内容 且听下回分解 未解之谜 我是福瑶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